我今天下飛機 然後我今天一下飛機 慕尼黑就 氣為什麼可以在外面打雨這麼久 這邊就是瑪麗蓮廣場嗎 就跟在杜塞道不一樣 中文 哈囉 大家好 我今天人在慕尼黑 終於到了慕尼黑 然後我今天一下飛機 慕尼黑就雪跡了這麼厚 然後我只有戴這樣的外套而已 希望等一下出去不會像在杜塞道夫一樣被凍僵 杜塞道夫那天去其實還沒有下雪 結果慕尼黑今天就下雪了 而且我從我的房間往外看 有小孩子在玩雪 這個天氣為什麼可以在外面待這麼久 你看在那個公園 有小朋友在玩 他們在玩雪球 我們要到聖誕市局了 這邊就是瑪麗蓮廣場 好美喔 他們在廣場這邊有擺了一棵聖誕樹 他們在廣場這邊有擺了一棵聖誕樹 這邊都有在賣裝飾品 然後吃的 以及聖誕樹 然後我後面的這個是在賣那個甜點攤販 打算現在我要先去喝一杯熱紅酒 暖暖身子 就跟在杜塞道夫一樣 我看一下他們今年的 這個Rivine的杯子長怎樣 好喜歡喔 好喜歡喔 可是雪真的下太多了啦 好厭 這邊有賣那個 蘑菇 這是Q的 我決定了 我應該去買一家 喝Rivine 我買到熱紅酒了 可是我不喜歡他給我的杯子 這邊有簡體中文 好溫暖喔 熱紅酒 這邊比較好耶 因為他這邊他的動線很好 就是那一邊那個地方買酒 然後這個地方 他這邊就寫你要把杯子還回來 就在這邊還就好 這樣就不會打架也不會吵架 喝酒了喔 喝酒了喔 好喝 其實我覺得味道都一樣 只是杯子的問題而已 但我不喜歡他給我的這個杯子 他有其他杯子比較可愛 但老實說沒有到值得收藏 現在才下午4點 就非常暗了 我的熱紅酒 我的熱紅酒 我剛剛在走的時候 我有看到的東西 還有點像是炸的甜甜圈 這個東西我沒有吃過 等一下要想要去吃吃看 乾杯 乾杯乾杯乾杯 拿回來了 五歐 我剛剛買了這個叫做 阿芬 它應該是炸品座 我在猜 我這家店買的 感覺他們炸的很好吃耶 喔 這就是我剛剛買的 阿芬 謝謝 我現在要來吃吃看 它好像就是一片蘋果下去炸的 好好吃喔 它裡面就真的是蘋果塊耶 沒有 它是蘋果片 它就是一片一片的蘋果消下來之後 把它變成一個圓形的狀 然後 再把它拿下去炸 好吃好吃 而且它不會很甜 它上面有撒糖粉 可是呢 你咬下去裡面那個蘋果是微酸的 哈囉 我已經吃了 它很甜 我來說英語 那它很甜 對 謝謝 你吃了一口 不,謝謝 我吃了一口 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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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阿福西裡 是出口的文化 是吧 在西德國 在歐洲 阿福西裡 是嗎? 你在學習嗎? 嗯嗯 嗯 我又要再放電話 放電話嗎?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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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在開玩笑 我的手凍僵了 我現在打算再去買一樣東西吃 然後之後我就要去採買東西了 幫各位採買東西 掰掰 大家 我冷到爆的時候沒有知覺了 所以我就跑來這邊的百貨公司 吹暖氣先取暖 我剛剛在裡面試喝了淡奶酒 超可愛的 我喝的就是這一個 它叫什麼? Bombardino 它也沒有17%的酒精 大家早安 現在到隔一天了 我今天起得比較早 因為 我等一下要再去買個東西 我昨天在慕尼黑的第一個晚上 我就拜了 這一個東西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一個開胸的毛衣 然後我終於找到了 然後我很喜歡的是 它剛好開的地方是在肋骨這邊 然後我今天裡面穿了一件發熱衣 因為下雪 但如果沒有下雪的時候 應該這一件毛衣加上後外套就很夠了 我準備要出門了 然後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我昨天晚上度過那場雪 然後我很信心就是我妹那個時候 在日本有給我這一個暖暖包 它是貼在衣服上的暖暖包 就是你把這邊撕開之後 你就貼在衣服裡面 所以我昨天 基本上我的肚子都是暖的 所以我今天也要貼 因為眼下雪 我不是這樣子用欸 可是我是應該是要先把它 就是折一折讓它裡面的鐵粉 就是產生熱吧 熱能 然後再把它黏到衣服上 把它黏上去了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不用把它 就直接黏上去就好了 哈哈 給你來肚子這邊 出發 下雪很不浪漫 好冷喔 我回來了 我好開心喔 因為我幫大家買到這個 聖誕節特別限定的Nutella這個夾心餅乾 它上面的每一塊餅乾 它都會有那個聖誕節的圖案 它是限定版的 我現在要去那個Markinplatz吃早餐喝咖啡 我要一點熱的東西 現在準備出發坐車去馬力連廣場 這根本就是冬季練歌加強版 好多雪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雪 我真的已經對雪沒有感覺了 我就說說這個雪到底要下多久 真的很煩耶 我現在趕快要送去 古物市場 那邊有很多小攤販 分的東西 烏尼黑的古物市場就可以買到 像新鮮的麵包肉製品 跟就是現煮的一些湯啊 一些料理這樣子 這家店是要賣麵包的 這家店是要賣麵包的 賣肉製品的 這家店賣起司 看看聖誕樹 開門堡 看啦全部都積雪了 古物市場其實算是一個大的廣場 德國 德國必吃 Curry Worst 現在的都是關的 聖誕樹都是關的 好可惜喔 到了晚上大家就會站在這樣的庭子下 喝Green Vine 目前都是 生鮮食品 的攤販有營業 這高到幾點才會開啊 我是不是失算 這個 這是潤泥黑這邊很有名的 我忘記中文叫什麼 我回去查一下 這叫五月亭嗎 現在就在聖誕樹的下面 聖誕樹 他們聖誕樹 都會賣這樣的 猩猩的吊飾 超可愛的 猩猩的吊飾 一車子小孩 好可愛喔 現在決定來 這一家 麵包店吃東西 要去點麵包了 呵呵 我剛剛原本要去那個 Bakery吃麵包 還有喝巧克力 可是太多人的沒有位子 所以我又走回來 果物市場 然後我就隨便選了一間店 然後吃了他們的肉 夾在麵包裡面 Label Kaiser 然後我在麵包裡面 加了芥末醬 然後芥末它有分甜的跟辣的 我選的是甜的芥末醬 這一個 這個麵包叫Salmon 它是硬的麵包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肉 就是Label Kaiser 然後呢 就長這樣 然後最底下 他剛剛有幫我 就是加了一點點的 那個Mustard 在裡面 可惜的是 他的Salmon 麵包 是 冷的 這一個 它就是Zen 甜的 我剛剛就是 吃第一個 Label Kaiser Salmon 就是這一間便吃的 因為我真的很想喝東西 所以我還是跑來麵包店 買了一個蛋糕跟 熱巧克力喝 這就是我的Mustard 烤巧克力 熱巧克力 它的 配錢是 蛋糕 蛋糕要3.7欧 然後 巧克力是 2.95 你現在才發現 慕尼黑今天的天氣是 負一度耶 好冷 好冷 看感覺它跟蘋果派差不多 只是裡面夾的是中指 裡面夾的是中指 然後就是因為 慕尼黑是德國的南部 所以呢 他們在打招呼的時候 都會講 Guskot 所以比較不會像 講什麼 Gusk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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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很甜耶 所以我覺得 OK 早上吃還可以 然後剛剛那個小姐很好 她問我要不要加熱 因為是動物店 到底 我覺得我今天 已經崩潰好幾次了 我剛剛 在一個德國人面前滑倒 崩潰 阿比托 這個就有點像是德國人他們的聯考 剛剛發現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他們的阿比托的練習本 有分 英文版本的 然後呢 它也有個 歷史 德文 然後 然後 還有這邊我看到那個 Mathematique 阿比托的數學考試 我現在要來看看他們的 德文考試 是考多難 就像我們 那個 在考國語的時候 國語不是都會要 讀詩詞 然後去了解它的意思 或者是去分析它嗎 好難喔 他們德文也有德文的詩詞 要去分析它 在這邊 看到鬼滅之刃的 德文版 Manga 當然最上面是 Naruto 德文版 Naruto 在逛街的時候 我看到兩頂 超好玩的帽子 我現在要來試試看 這個是什麼辣 超肥的 感覺超溫暖的 走 這一個就是有名的食香腸喝啤酒的地方 叫做Hothboy House 我之前夏天都會來這一家店吃東西 然後那邊有我喜歡的 Hot Rock 我的Hot Rock在那邊 我終於逛街逛完了 然後呢我準備喝完 一點東西然後去吃個晚飯 我就要回家了 雪真的是下整天的耶 現在我點了一杯 熱巧克力加上Bailies 然後他這邊把它取名叫做 Choco Lady 很好吃 我不知道要再喝很久了 等一下要直接喝完就睡著了 這個杯子沒有很好看 可是他這邊有國王的那個樣子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巴巴利亞國王 可是他這邊是些 Winschner Weinstuben 就是賣那個酒的那個 Stuben 就是我在這邊喝的地方 我覺得很好喝耶 因為他有一點那個 貝里斯的味道在裡面 可是因為貝里斯本來就很像那個 牛奶 所以他就是奶味很重 可是在這個巧克力裡面 你還是可以喝得到一點貝里斯的味道 哈囉大家好 我終於回飯店了 我剛剛原本想說晚餐我要在外面吃 結果 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外面晚上超多人的 每一個餐廳都很多人 所以我最後 我去買了中東的 我去買了中東的 kebab 我來德國 老實說我在德國還蠻喜歡吃 就是 除了吃那個 他們的香腸以外 第二個喜歡吃的就是 Durner 就是 那個 中東的 或是土耳其的那一種 東西 就是這樣子 這種東西他原本是會 夾在 麵包裡面跟肉 就會有點像是沙威馬這樣子 可是 因為我不喜歡吃太多麵包 我早上吃的麵包夾那個 lapokaser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要把它換成飯 它就是長這樣 上面是沙拉 很多蔬菜 然後下面 就有飯 現在看起來很噁心 是因為它裡面加了優格醬 但超好吃的 我現在就要把這個吃掉 然後 等一下就要去打包行李 所以明天就要飛回卡達了 好累喔 我今天晚上要早一點睡 大家下次見 掰掰